Hello 各位好 我們呢 就有一條問題這樣去做的 話說呢 有一條問題呢 就是去考考一些同學的 其實都很多同學呢 就答得到的 這個自創的一個問題 話說有一天呢 我就看著一個扭計式 不是啦 一個漏斗 一個漏斗的話呢 就想到這樣的問題 就叫做 就講解一下 這個問題是怎樣的呢 首先我們有一個漏斗 那漏斗當然裡面有些沙 有些沙在這裡 是不是 那 首先是這樣的 我們說如果當 那些沙是在一邊的 有一邊我們反轉它 倒到另一邊 那它需要的時間 那就是一倍的時間 是不是 那來講呢 我們的問題就是這樣 一個正常的漏斗 我們又不要講奇形怪狀 或者是特殊設計的 不要管了 我們說是一般正常的漏斗 來的 那如果我們說 首先一開波 那些沙在一邊 那我們當這邊叫做A 那另一邊就沒事了 那這個叫B 那如果我們反轉它 反轉它 我們說 就會變成怎樣呢 就是變成這樣 反轉它 所以A就去了上面 B就去了下面 對嗎 那 但是呢 它呢 當然會有些沙 就流下去 有些呢 就依然在上面 我們去到呢 一半的時間的時候 我們說之前呢 我們以之呢 就是反轉 是用叫做一倍的時間 那這裡呢 就是開波的時候 就是整個 由一邊 流到另一邊 就需要一倍的時間 那我們說反轉它之後 去到一半的時間的時候 去到一半的時候 那即是說什麼 即是說 有一半呢 有一半的沙在上面 那有另一半呢 就流到下面 那就是意思了 去到一半的時間 我們反轉它 對啦 即是反轉它的時候呢 我們這樣寫 這個是二分之一的時間 就反轉 就 就 應該寫這裡 反轉了之後呢 就是這個 過了這個二分之一的時間呢 我們就繼續 即是再反轉 反多轉的話 我們會 A B呢 就又反轉了 好像越說越小 那一段 A就在 A就去到下面 對嗎 然後B就上去 這樣的話呢 這樣就繼續流 對嗎 這樣的話呢 我們去到呢 今次呢 又是呢 今次是怎樣呢 今次去到 好 就是 四分之一的時間時候呢 那又再反轉它了 對不對 那又是 A又去到上面 B又去到下面 那又有些星 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 那又來了 那 那跟著我們當然呢 就會是百分之一的時間呢 停留百分之一的時間 跟著我們呢 又再去到 反轉它了 那變成A又在上面 B又在上面 那些沙又不知道 多少 總之有一堆沙 這樣 對不對 那就是說呢 我們每次呢 其實都是呢 去到之前的 一半的時間呢 我們就反轉它了 那當我們呢 我們當我們的反應 我們的手 動作夠快的話呢 那 我們說 最終 一直在那邊 反啊反啊反啊 一直反下去 那最終 那個沙樓呢 那個樓斗呢 A和B那邊的沙呢 它最終 應該是趨向一個 一個比例的嘛 那那個比到底是多少呢 那 就是一個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呢 就是 如果有學過呢 都知道會是等比的計法 對不對 因為每一次的時間 都是之前的一半 對不對 那後面已經是等比的玩法 那 那 大部分學過等比的同學呢 其實都會答的 這個問題 其實就不太難的 對不對 那 那 怎樣去到解 這樣解回這條片 對不對 如果你想思考一下 你就停了這條片 可以暫停的 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開股了 開股來說呢 我們這樣計了 我們就交一條線給它 那就可以了 那 那我看著了 一開波來說 我們說所有的東西 都在A那邊 那是不是就是說 我們說 如果叫做 嗯 我們當 我們畫個表 畫個表 那就大家清晰些 對不對 那A和B 對不對 一開波的時候 其實呢 就全部都在A的 那這裡就是1 這裡就是0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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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 就是全部就是1 全部是A 加起來叫1 那B那邊沒有東西 那就是0 這個意思而已 那你反了過去 反了過去 是不是倒了一些A 在B那邊 倒了多少呢 我們說去到一半時間 它就是 它就反過來 是不是 所以呢 當然 我們的漏斗 是 比較正常的 所以漏的時間 是平均的 漏的速度是平均的 那所以來說 我們說 用了一半時間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平均地漏的時候 那其實 當然很明顯呢 就會有2分之1 就去到B那路 那 對不對 那的話 去到A那邊 那其實就少了 那變 都是剩下2分之1 對不對 那的話 其實呢 我們可以畫 這裡其實是 嗯 我們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的話 我們會發覺 我們反轉 反轉 反轉的話 其實就會有些 去到A那邊 那過了多少呢 四分之1 因為是時間 所以四分之1 就去到A那邊 所以總共就是四分之3 對不對 那這邊呢 就會少了四分之1 當然也會四分之1 對不對 就是這樣一直 撻樓跑去 對不對 那很明顯 我們會發覺 首先我們明白一件事 因為 A加B 那其實就一定是1 因為那些沙 總共是這麼多 就這麼多 不會多了不會少了 對不對 就是那個沙楼 那個沙楼 那裡面的沙 總共呢 都是這麼多 不會突然多了 不會突然少了 A和B加起來 都是這麼多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用太麻煩 我們算一遍就可以了 那譬如我們當我們算B 當我們算B那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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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一開波是什麼 一開波其實就是0 我們說B 一開波的時候 其實是0 對不對 那 那 那 去到第一步的時候 我們反轉的時候 那其實呢 就會多了二分之1的沙 對不對 然後呢 就會少了 少了多少 少了呢 就會抽走四分之1 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四分之1的時間 之後 是不是 接著有百分之1 十六分之1的時間 那所以呢 當然之後會加百分之1 減十六分之1 就這樣玩下去 是不是 那所以其實呢 那個0是多餘的 不用理會 那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在計 這個等比級的級數 是不是 那這個是怎樣計的呢 這個 那我們看看 那其實我們會說 那 那個首項呢 那個首項呢 我們說是A1 那其實呢 呃 或者我們叫B1 那其實就是 嗯 二分之一 對不對 那我們說公比是什麼呢 公比是多少 那 小心啊 這裡一項正一項負 一項正一項負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負的二分之一 對不對 對不對 每次都是乘負的二分之一 對不對 那現在只剩一負 那分母就是二、四、八、十、六 這樣去 對不對 那你知道 你說無限項的結等比級數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那個首項 那首項是什麼 首項就是1 over 2 對不對 首項就是over什麼 over1 減我們的公比 對不對 那你說 減負二分之一 那就加二分之一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玩法 對不對 那我就整理它 整理它 怎麼整理呢 這裡如果下面我們通過份母的話 我們逐步逐步來吧 這是二分之一 樓下是什麼 樓下我們通過份母的話 其實這個是二分之二加一 就是三 對不對 那你會發覺 其實這個二和這個二是約了的 所以其實是三分之一 對不對 那你會發覺 如果我們說 那B最終 最終這裡的 我們這樣 多多多 多多 這樣 最終呢 我們會說 那B是三分之一的 那A是多少呢 那A當然是三分之二 因為我們說 加起來是等於一的 我們說這裡 已經告訴我們 對不對 加起來呢 就會等於一的 所以呢 B是三分之一 A就是三分之二 這麼簡單 對 對 那我們會發覺 如果我們問 A比B 是等於多少呢 那 那當然 我們會發覺 最後呢 最後就會變成二比一的了 對不對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對不對 那就是二比一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 那個問題的答案 最終 A和B的沙的比例 會趨向什麼呢 那就是趨向二比一了 那所以呢 就算是很容易計的 那最重要就是大家 呃 當然最重要就是 要認得出它是等比 對不對 那其實也不難認的 對不對 因為說得明白 每次是 之前的一半的時間 對不對 那其實挺有趣的 這個呢 如果我們再推廣一下的話 如果我們說 這次不是 不是二分之一的時間 那 譬如每次是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等等的做法 那又會是怎樣呢 那 譬如當我們這樣 譬如我們說 一開波 我們說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我們如果當是 每次是 之前的 K份之一 這樣才算 對了 即是 每次的時間是 之前的K份之一 那就轉一轉 對不對 那會變成怎樣呢 那其實呢 只不過是 我們二分之一 變成K份之一 即是說什麼 即是我們現在的B 會變成什麼呢 這個二分 一開波二分之一 那其實呢 如果我們說 如果變成K K份之一 對不對 然後會變成 減下一項是什麼 是K兩次 負K兩次分之一 對不對 然後就會加 這個 K三次分之一 然後減 寫 K四次分之一 這樣就 玩下去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都是做法一樣的 我們都會說 那個 首項呢 B1 其實是 K份之一 那 那R會變成什麼 那個功比呢 那個功比會變成 是 負幾一 over K 對不對 那所以基本上 都是這樣做的 我們最終會發覺 嗯 其實這條式呢 它二變成K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嗯 寫完 這裡 我們先減一下 那這裡 我們就會是 首項呢 1 over K 那再over 1加這一塊 1 1減這個 所以會變成 1加1 over K 那的話 我們都是 如果通訓沒有的話 1 over K 下面就會是 K加1 over K 接著K和K 約了 那就是 1 over K 加1 對 然後 最終呢 我們說 這裡呢 我們如果給它一個 新的表 就是它 A和B 如果我們說 一開波 它是10 然後我們說 這裡會是 K份之一 這裡就是 K份之 K-1 就是這樣 對不對 然後一直玩下去 的話 多多多多 最後就會說 我們這邊 B那邊 我們在計算B B是1 over K加1 那A是多少 兩邊加1 所以這裡就是 K over K加1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覺 最終呢 A和B的比 A比B 其實是會等於 K比1 對不對 就是說 原來 在說什麼 如果我們 每次的時間 是 之前的 幾份之1 的話 那我們最終的比例 就會是幾比1 對不對 之前是 就是每一次的 那個時間 是之前的 K份之1 那麼最終就會是 A和B的分量 那個沙的數量 那麼 沙的 體積 就會是K比1 這樣子 好了 那到解釋了這個問題 是怎樣玩的 那麼 大家可以去到 例如 考核一個簡單的問題 對 這個也是 看到人家玩 漏斗的時候 就突然間忽發其想 這樣想到的 好了 那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 大家有什麼疑問 或者有什麼意見 就歡迎去到留言 告訴我 好了 那這次來到這裡 拜拜